德意志银行出事了 今年股价一路大跌了14%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那么它今天怎么回事呢 美联储传声筒开放AMA随便问 透露了央行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银行危机以前 美国的经济处于什么状态 复苏还是下行 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看一下 还有一则财源的消息 财源潮蔓延到了一个新的行业 那么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低开高走 三大股市都全线收率 其中标普500涨了0.56% 道雄司指数涨了0.41% 板块方面 今天公用事业板块涨超3% 房地产板块涨超2% 只有两个板块下跌 非必需品和金融板块 但跌幅都不到1% 上来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下 德意志银行的消息 这又是一家对金融系统极其重要的银行 但和瑞幸不同的是 它的资产规模更加庞大 截止到去年年底 德英总共拥有超过1.4万亿欧元的资产 相当于1.5万亿美元 而瑞幸只有5700亿 德英几乎是它的三倍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它出问题 带来的影响会更加恐怖 或许已经不是大到不能倒了 而是大到没法救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德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周四晚上 欧洲时间 德英的信用违约掉期合同 Credit Default Swap出现异动 合同突然涨了31个基点 从142到173 根据Refinitiv的数据 这是德英CDS自2019年以来 最大的担任涨幅 CDS类似于一种保险合同 以基点定价 基点越高就意味着 公司违约甚至破产的几率越大 也就是说 投资者在瑞幸之后 开始担忧起了德英的情况 这两周 受到硅谷银行和瑞幸事件的波及 公司的股价也跌去了近三分之一 那投资者担忧什么呢 答案是 德英的债券 根据Tradeweb的资料显示 德英的ATE债券 遭到了大幅度的抛售 收益率飙涨至22.87% 是两周前的两倍 所谓ATE债券 叫Additional Tier 1 在我们之前讲瑞幸的那期视频里面 有解释过 这是一款当危机发生 可以帮助银行吸收亏损的债券 一般利率比较高 像德英这次被抛售的ATE债券 利率就有7.5% 通常大银行 特别是这种对金融系统极其重要的银行 这类债券的风险很低 但是谁料上周末 瑞幸就彻底倒了 被瑞银收购 而在收购的过程当中 政府直接让瑞幸的170亿ATE债券归零 导致这批债券的投资者血本无归 这个举动也震惊了整个金融界 因为它打破了公司清算的一般顺序 公司倒闭后 清算变迈的资产 会先偿还债券人 之后才是股权人 但是瑞幸却不一样 公司的股东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 拿到瑞银的股份 可是ATE的债券人 却一分钱都没有 整个收购案也没有经过股东或者债券人的同意 甚至瑞士还为此动用了紧急法 来绕过既定的收购法律 因此市场对ATE这批债券的信心大降 可你要说今天德银有什么直接的坏消息 似乎没有 根据金融时报对一些交易员的询问 今天主要担心的是德银 拥有美国商业地产的风险敞口 还有他金融衍生品的体量 不过G.P.摩根的专家就表示 商业地产方面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说根据我们的定义 德银商业地产的贷款比例 只占公司所有贷款的7% 还略低于行业平均 研究机构Atonomous Research也表示 金融衍生品方面 很多交易员大惊小怪 虽然14万亿的Notional Value 名义衍生品金额看起来很大 但是比起07年的70万亿 小了很多 和其他的银行比起来也差不多 所谓的Notional Value 名义金额 就是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合同上 交易标的的总金额 以期权为例 一张特色的看涨期权 对应100股 如果现在公司的股价是200美元 那么这张合同的名义金额 就是2万美元 但实际上买卖期权 完全不需要出这么多钱 总之 机构Atonomous的意思就是 德银的金融衍生品风险也不大 和其他大银行也差不多 德银的情况也和瑞幸很不同 他连续10个季度都是盈利的 另一边 德银为了安抚市场 在今天欧洲交易的时段 发布了紧急公告称 将提前赎回一批二级次级债券 这笔债券总价值15亿美元 彭博报道称 这样的行为通常是为了让投资者 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有信心 不知道是公司的行动真的奏效了 还是华尔街的几个机构 出来救火的关系 德银在美东时间 五盘过后就收复了大量的跌幅 最终比昨天的收盘价 仅下跌了3% 阿吉认为 有时候市场的交易 就是没有什么逻辑的 现在有了电脑的自动化操作之后 更是容易加剧波动 或许今天的大跌 只是因为一部分的市场参与者 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决定不想持有德银的ATE债券 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阿吉也看了一下 德银的各种资本指标 起码就年底公布的数据来看 并没有哪一项非常糟糕 都算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们投资者也不需要过于恐慌 只是这件事再次证明 当前的市场对银行的信心 还远没有恢复 美国这边要出台新的银行监管 欧洲这边 瑞幸瑞银的合并也还在进行中 还有可能会暴露出新的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的风险还是不小的 我们投资者需要警惕 昨天下午 美联储传声筒Nick 在论坛平台Reddit 做了一期AMA Ask me anything 随便问 他对美联储的嗅觉远超一般的记者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他对这次银行危机 美联储的未来举动 和整个经济有什么新的表述 首先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八卦 传言 美联储会泄露信息给你 这是真的吗 他们是怎么泄露给你的呢 为什么是你 你有怎么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呢 难道坐下来让你问问题吗 Nick回答说 作为记者 我不会讲我的线人或者信息来源 我也和其他的记者一样 走同样的流程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对于其他的问题 Nick没有回答 但仅从这两句话 就是变相地承认 Nick确实在美联储内部有线人 坐实了美联储传声筒的称号 接着有人问 美联储到底是如何平衡它的两个目标 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是不是更重要的那个 而且既然控制通胀 会得来失业的话 为什么美联储会被赋予这样的权利 他们又不用通过选举 Nick说 美联储有12个分行的主席 最多有7位理事 同时还有大量的前官员 通过他们的演讲和采访 就可以大概知道美联储是怎么想的 而我作为记者 最需要做的事 就是尽可能采访更多的人 来了解美联储在想什么 特别是要捕捉那些细微的差别 那么回答你的问题 关于央行如何平衡它的两个目标 起码现在物价稳定显示第一要务 因为离目标差得太远 但如果通胀和失业率都很高的话 那美联储平衡起来就会很困难 关于为什么美联储会被赋予这样的权利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像高通胀这样的重大经济问题 最好带着长期的眼光来解决 如果需要选举 那么竞选的人为了赢得选举 肯定会利用美联储来推动现在的经济增长 像央行这种职位 最好还是离政治远一点 另一个原因是 操作起来也更加容易 国会议员们显然不想要做打压通胀 这种痛苦的事情 出了问题 可以更容易地说 不关我的事 都是美联储的锅 一些人还问了Nick对于当前事件的看法 以及美联储做得好不好 Nick则表示 他尽量不去形成自己的观点 也不能评判好坏 他只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美联储的意思传达出去 随后他引述鲍威尔来回答当前事件的看法 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过 就是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些倒闭的银行怎么样 而就是因为害怕恐慌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 Nick进一步解释到 鲍威尔加入美联储的时候 前几次演讲就提到1991年的一次银行兜底事件 那个时候他还在财政部工作 保了一家比硅谷银行小得多的银行 这个解释在阿吉看来 Nick就是想说 大家不要想多 鲍威尔就是真的只是害怕恐慌 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回答包括 Nick借用了03年 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话 表示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金融市场来传达的 所以美联储将金融市场视为工具 希望他为自己的目标工作 关于最近的声明变化 Nick表示 美联储在06年的时候也用了SAM和Policy Firming 一些和政策紧缩这两个字眼 当时加息就接近尾声了 而这次会议上也用了这两个字眼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 美联储快加完了 关于是否会改变通胀的目标 Nick则说 当通胀还在高位的时候 2%的目标是不能改的 因为这会重创美联储的信誉 但如果未来下滑到3%左右 这个时候再讨论 可能有戏 除了昨天的AMA之外 Nick还总结了3月22号那周的借贷情况 各银行机构总共向美联储借了1640亿 和上一周基本持平 美联储的贴线窗口 Discount Window减少了420亿 但是新的借贷窗口 BTFP则增加了430亿 互相抵消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借给各个出问题银行的款项 增加了370亿 FIMA工具增加了600亿 FIMA是给美国外的央行和机构使用的 他们可以和美联储达成回购协议 把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 卖给美联储 获取美元 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买回 这些都是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项目 虽然Nick没有给出看法 但是根据FactSet 华尔街对这些数据的解读是 银行机构总共向美联储 借了那1640亿 就意味着借贷的金额没有再升高 而且大部分增加的贷款 都是给出问题的银行 没有什么新的威胁 所以整体偏正面 阿吉却认为 目前紧急的借贷还处于高位 我们投资者还远不能放松 聊完银行和美联储 我们再来看几份经济数据 今天美国耐用品消费数据出炉 S&P Global也公布了他们的PMI报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在内容品方面 2月内容品的订单量 环比下跌的1% 低预期的上涨1% 和上个月的下跌5%相比 低幅有所放缓 但这个放缓的解读 还得看前两个月的情况 如果看报告中给的图 我们会发现 12月和1月的波动很大 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阿吉帮大家去回顾一下 之前分析内容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 导致前两个月出现这么大波动的原因是 飞机订单 根据网站Marketwatch 12月 波音总共收了250张新订单 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 推动了12月份的上涨 但显然 不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大的飞机订单 所以 1月份就显著下滑了 如果抛去飞机订单的影响 看除去交通的耐用品情况 12月是环比下跌了0.4% 1月是环比上涨了0.4% 而2月是环比零增长 也就是说 1月份的消费者有所反弹 但这个反弹没有成气候 不过上面这些数据 都是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前的 所以有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接下来 我们需要看的就是 经过了银行危机以后 耐用品的销量下滑了多少 我目前初步猜测是 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理论上 耐用品就包括了很多机器设备 这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贷款买的 在信贷收紧的情况下 或许会出现比较大的降幅 再看S&P Global公布的PMI数据 3月初步的PMI报告显示 美国人的产出又扩张了 整体的产出指数 从2月的50.1上升到了53.3 创了10个月以来的新高 服务方面的商业活动指数 则从50.6上涨至53.8 创了11个月以来的新高 制造业的产出也同样创了10个月以来的新高 从47.4上涨到51% 重回扩张区间 报告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 3月份的新订单量回升了 此前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新订单都在下滑 但是这次服务方面 新订单不降反升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初步代表着趋势反转 需求依然坚挺 商品端的产出在连续4个月下降之后 也反弹了 这些就导致就业的增长 在3月份有所加快 新增岗位创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速度 物价方面 公司面临的成本依然继续上涨 虽然幅度有所放缓 但是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销售价则因为需求回暖 上涨提速 特别是服务端 消费者和客户更加通融 允许商家涨价 阿吉认为 这S&P Global 3月份的初步数据 也应该还没有包括银行危机的影响 而看到需求回暖 其实我是乐见的 这就代表着美国的经济 原本还有着一定的复苏惯性 这可以成为最近银行危机的缓冲电 减弱它的影响 下面再来看一条裁员的消息 大型资讯公司 Accenture 艾森哲宣布裁员19000人 占公司的2.5% 这个裁员计划会在未来一年半 也就是18个月内完成 这也是咨询行业内最大的裁员计划之一了 受此消息影响 公司股价一度涨超8% 是来自2021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根据公司的文件披露 这次计划将花费12亿美元的成本 同时和其他的科技公司一样 公司也会削减办公的规模 这部分大约会再花3亿美元 去年公司总共招了39000人 看起来最近的裁员潮已经从投行科技行业 蔓延到了另一个高兴行业 咨询 除了艾森哲以外 上个月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 也宣布要裁2000人 四大会计事务所 毕马威和安永的咨询部门也有裁员的消息 毕马威的美国咨询业务裁了700人 安永则砍掉了上千个岗位 跟总咨询行业的机构肯尼迪表示 疫情期间带来了很多业务 导致咨询公司忍不住疯狂招人 现在正在回调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公司宣布类似的消息 阿吉在加入美投之前 也是在四大的咨询部门 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确实招人很猛 每隔一两周 我都会收到邮件说 我们公司的部门又招了谁谁谁 去打个招呼吧 很多客户因为疫情 都想要调整内部的运营模式 特别是供应链方面 不过 艾森哲之所以裁员这么猛 应该和他扎根的科技行业有关 现在科技公司都裁员裁得这么凶 在资讯方面的花费肯定要收着来 所以艾森哲的业务应该是萎缩了不少 最后按照惯例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又经历了动荡的一周 但本周三大股指还是全员收涨 都涨超1% 其中纳斯达克涨幅最高 为1.66% 道雄斯指数涨幅最小 为1.18% 板块方面 本周通讯交流板块涨超3% 能源材料和科技板块涨超2% 只有房地产和公用事业板块 本周下跌 都跌超1% 利率方面 本周国债受银行危机 美联储加息影响波动非常大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最高达到周三的4.26% 最低则是周五的3.44% 差了82个基点 整体的利率曲线下移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了1.63% 收到了3.38% 石油方面 本周石油反弹了4.48% 收在了69.19美元一桶 美元则下跌了0.72% DXY收在了103.11% 本周重大的宏观事件太多了 瑞幸集团被瑞银收购 彻底推出历史舞台 六大央行联手 保美元流动性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 并预示下一次不一定再加了 耶伦对存款保险出尔反尔 震荡市场 各股方面 亚马逊再财9000人 Netflix广告版初步成功 特斯拉债券评级向调 晋升为投资级别 英伟达发布新服务 下沉制造业 谷歌Bard AI开始攻测 Block遭机构做空 指控用户数据虚高 Coinbase遭证件会调查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围下午5点 美联储理事Jefferson讲话 周二早上10点 参议院听取银行危机报告 周三早上10点 众议院听取银行危机报告 周四早上8点半 GDP数据 12点45 波士顿联储分行主席讲话 周五早上8点半 PCE数据 10点 美联储理事Waller讲话 下午3点 纽约联储分行主席讲话 下午5点45 美联储理事Cook讲话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二盘后的Lululemon 美光集团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再走 吃输出不易 IG上面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